疫情持續至今 中共滿意和封控 給中國民眾留下難以彌補的傷痛 並導致無數人失去生命 特別是中共放開疫情封控後 導致無數民眾染疫去世 日前 大陸民間論壇舉辦新冠逝者週年紀 一位朱信校長提到 2023年最難忘的事就是疫情大爆發 中國是以新冠疫情的這個大爆發 這個大量的這個患者說話會開始 朱校長講述 不僅陌生人 自己身邊也有許多人過世 例如他女兒16歲的同學 在2023年新年前夕染疫去世了 世界媒體賽的那一天晚上 我們學校的老師 英文老師的他的媽媽 因為新冠疫情去世了 還有我的一個好朋友的一個父母 太遠山遠丹 就這個世界 新冠疫情去世了 朱校長表示 一個個遇難者在官方通報中 只有冷冰冰的數字 沒有姓名 沒有男與老幼之分 讓民眾憾心 2019年末 武漢爆發中共病毒 中共掩蓋真實情況導致疫情失控 2020年1月23日起 武漢封城76天 當地變煉獄 醫療和喪臟系統全崩潰 染疫死亡者不計其數 之後 中共實施三年極端防疫封控 導致人道慘劇頻發 無數民眾在封控下缺糧挨餓 求醫無門 失去生命 2022年底 中共又無預警解封 導致醫療系統崩潰 慘況在全中國上演 上海民眾胡先生表示 疫情放開後的慘狀 至今仍歷歷在目 胡先生還披露2023年年初 他經驗看到環衛所到各個醫院拉屍體 一輛車一次就拉70具 河南信陽村民王先生說 三年疫情當地死了很多人 放開後又死一批 現在他身邊還活著的人 很多也都得了絕症 都是打過疫苗的 湖北恩市村民 潘先生透露 三年疫情 他們村裡的老人基本死光了 大紀元2023年1月15日報道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說 大紀元2023年1月15日報道 三年多來 中共一直在掩蓋疫情 中國的疫情已經死了4億人 這波疫情結束的時候 中國會死5億人